好了,咱们开始上课 刚刚大家在群里面发现个问题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就是说,这个问题 就是说打开这个的时候 发现就说这边是动不了 当你换一个地方回来了 再看的时候它就换回来了 这个是以我们的独显有关 是独显有关 为什么独显有关呢 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软件主要是用于什么 用于我们Chance开发 还有了物联网开发的UI工具 那么Chance开发和物联网开发 它不是做桌面系统 也不是做游戏的 就像我们高铁 高铁图形界面 都是用我们QT去 就是在显示屏上 都是用QT去做的 地铁都是用QT去做的 那么它是做UI的 做UI的呢 它并不是做什么3D游戏 或者说是做什么大型游戏 那么像这种软件 它对我们的独显 兼容性不友好 独显 独显 兼容性不友好 按道理说 这个问题应该怪这个QT Creator 它是对这个独显 兼容性不友好的问题 所以说大家再去出现这种问题 非常的简单 你只需要把你的独显 设置成局部模式 局部模式 别设成全局 全局就是打开任何软件 都会启动独显 独立显卡性能 设成局部 或者自动选择 就好了 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个要注意一下 还有一个是最下方的 最下方的 就怎么变成原来的小窗口模式 这个你给我点到哪去 这个的话好像有一个地方 它有一个恢复 窗口恢复 注意 我看一下 找到就是 有个地方 它有个恢复 我找一下 就说 有的时候不小心 不小心呢 把窗口删掉了 删掉了过后了 好像有一个窗口恢复 在哪 我一下忘了 对啊 就说 这个还有一个 我看一下 到时候 我再给你们找一找 反正就在这哪 有一个 这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不可能只有独显 你的电脑 任何电脑都有极显的 不可能 没有独显的 就说 就屏蔽了核显 你这个要么就是什么 空间输出窗口 我找一下空间 我忘了 空间输出窗口 对对对 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重置 怎么看了 以前我记得哪有个 重置窗口 就是说 所有的 难道是我继混了 继成了 VS VS Studio呢 没了 这个我再 再再 再 这个 我看一下 debug debug 就这个 就这个 比如说 我把这个 我是说 我又印象 就是把这个 把哪个关掉了 把把哪关掉了窗口 一不小心 关掉一个 你们怎么关掉的 我关掉过后 这个关掉过后 其实这个还可以找到 这有个上箭头 关掉过后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空间 空间输出窗口 有个 debug 就是踹了 踹了 OK 有一种是直接恢复所有 恢复所有 按的没有极限 按的没有极限的话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我是第一次遇到 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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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用 沙拉 VS Studio 后来说 查一下 如何 笔记本太高级了 笔记本太高级了 这个就不多说了 这个就不多说了 注意 OK 你这个没有极限的话 我就不知道咋弄了 不知道咋弄 到时候查一下 对 有钱人的哭了 这个笔记本太高端了 OK 或者说 驱动应该不用去换的 如果实在没招了 就换一下驱动 看下行不行 就是说 重新看一下驱动 看行不行 OK 咱们就不多说了 咱们进行 就说应该没问题吧 OK 过分了 你们过分了 OK 我有个电脑 我有电脑给你们换 我的电脑 两千块钱你拿走 注意好 我那个是ZBook的 ZBook的 15的 三千块钱 两千块钱太亏了 三千块钱 开玩笑了 工作站 移动工作站 好了 话不多说 回到主题上 不扯 不扯独子了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C加加的 C加加的什么呢 C加加加的一个 Hardword 我们学任何语言 我们就了解一下 C加加的第一个 Hardword 也就是我们这个位置 为什么 这是这个 首先第一个是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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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 Io String 那 石准呢 就是流 S-T-R-E-A-M 流 流 流 说白了 换成 换成 换成我们的 就是说 说人话 就是 速输出流 速输出流 他就取了一个 高达上的名字 说白了 就是类似于我们的 类似于什么呢 就类似于我们的 这个 StdL.h 就是输出流 输入 输出流 投文件 输出流 投文件 就类似 类似什么呢 那是你不能直接用 类似于 StdL 标准输出 StdL.h 就类似这个 注意哈 投文件 一定要注意 在Ci家里面 投文件 系统的 注意哈是系统的 你别给我整成 你自己定义的 投文件 如果你自己定义的 投文件 比如是方点 方点H 你还是要写 方点H 这个必须要写的 只是系统的 系统的投文件 你可以这 不写点H 不写点H 可以省略 不可以省略 但是你自己定义的 你必须 两个 我就写个放 你别这么干 系统它有 内部处理的 它系统有 内部处理的 所以对于系统 的投文件 你可以省略点H 省略点H 这是投文件 就Ci家的 一种风格 那么 接下来就是 那么接下来就是 Cout Cout 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位置 Using Namespace 这个我后面会讲 这个是啥 使用命名空间 使用 使用 这句话是使用 STD是标准 是标准 这叫标准 STD是标准 标准 那么 STD是标准 那么换句话说 就是什么 就是使用标准 标准命名空间 使用标准的命名空间 使用标准的 标准的命名空间 我这个会给大家讲的 这个会讲 命名空间 说白了 就是什么 以前 C元的printf 还说我们是拿来用 Skyf拿来用 Skyf拿来用 现在C加 它是主要是 适用于大程序 大项目开发 那么大项目开发 它要把一些相应的 使用的这些 输入输出的这些东西 打包到一个 打包在一起 打包在一起 就是就像工具一样 我要用个工具箱 以前比如说扳手 螺丝刀 螺丝刀 扳手 螺丝刀 等等这些 还有了小刀 这些工具 以前对于Skyf来说 它就没有一个归类 你拿来用 你要用刀子 要用剪刀就拿剪刀 要用剪刀 拿剪刀就行了 拿剪刀就行了 注意 但Skyf呢 他为了开发效率 他把这些工具 同一服务 为同一功能服务的工具 打包了 打包的 放到一个工具箱里面 那么这个工具箱 我们统一叫什么 叫什么 Learn Space 就像类似工具箱一样 Learn Space 命名空间 Learn Space 这个后面会讲 然后工具箱 比如说 这是这个工具箱 那么我还有 还有什么 比如说 还有比如说 感冒了 常被感冒药了 比如还有药箱 还有药箱 还有药箱啥的 还有药箱啥的 还有其他一些工具箱 那么如果这个表示工具箱 那么大量的工具箱 我怎么代表 这是A工具箱 还是B工具箱呢 于是 这个要取个名字 比如说 常用的 标准的 就叫STD 这个工具箱里面 比如说 比如说 以类相关的 就叫类工具箱里面 那用 与药有相关的 就叫药工具箱 那么就是取个名字 这个就是命名空间的名字 这个空间 命名空间 是别人给你取好了 里面有大量 可用的工具 比如说 像这个Cout 就类似于C元的 printf输出 Cout就类似于 我们什么 就是类似于我们 就是C语言的输出 这就是标准 命名空间 就是说 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记得 在我们的C加 第一句话 一定要加上这个 有好处 等我讲命名空间的时候 再反过来 讲这个位置 你就记住就行了 那么这个C 这就是主函数 我就不说了 主函数 这个地方 这是主函数 主函数 这行仓和我们一样的 C元中 尤其只能 尤其只能有一个 尤其 只有一个 主函数 主函数 可以有 多 可以 有 多个 多个什么呢 其他 其他函数 一定要注意 有其他函数 可以有多个其他函数 主函数 只能有一个 那么Cout Cout 就输出 Cout 是干嘛呢 Cout 就是输出 类似 类似什么呢 类似 C C语言的 什么呢 printf printf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end end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 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C元的 类似 类似 C语言的什么呢 类似C语言的 换行符 C语言的 换行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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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注意 类似C元的 换行符 一定要注意 这是这个 这是换行符 说白了 如果我们用C元去写的话 那就是printf printf 输出一个周转 输出一个周转 输出叫 Hello 完全一样的 把这个写过来 Hello 你好 就是这样的 Hello你好 加个换行符 说这个换行符 就类似于 end 一定要注意 就类似于这个 就类似于这个 因为 但是有的时候 学CIA加 有的时候 学CIA加 就感觉 我两个 我怎么学CIA加 感觉就是把printf 翻成Cout 如果你是这样学的 那就说你真的 没有学CIA加 那就说明 你没有真正的 了解过CIA加 你如果仅仅是把printf 翻成Cout 这表示CIA加 那是不对的 CIA加有很多特性 两个会一一给他讲 那么这个Cout 就是说 就是使用这个工具 干嘛呢 就输出工具 输出工具 那么Cout 代表的是什么呢 那Cout Cout 代表的就是 输出设备 输出设备 你看一看 这个箭头 这个箭头 朝向的是Cout 它代表的是 输出设备 那么像这个 就代表的是什么 把这个支柱串 输出到 我们的输出设备 就是我们终端上 你看到箭头 箭头朝向它 就相当于这个支柱串 流向这个输出设备 所以说你看 它可以拼接 这个箭头 是可以反复的拼接的 它还可以继续拼接 后面还可以继续拼接 继续拼接 所以这就是我们 后面CIA加要讲的什么 运算符 运算符 运算符的一些操作 返回了一个 说白了后期 我们要讲返回的 就是一个什么呢 引用 引用去完成了 OK 后面会讲 所以你只需要 只需要明白这个箭头 一定要注意这个箭头 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输出方向 流向 这个支柱串流向谁呢 流向了这个设备 而设备代表输出 就意思就是什么 将 将什么呢 将支柱串 输出到中端 将 将 将 输出到 输出到什么 输出到 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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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控制台 控制台 那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大家了解一下 还有一个什么声音 声音 声音呢 代表的是输入设备 代表的 代表的 代表的什么呢 是 输入设备 输入设备 比如说 我现在定一个变量 int Lumber 等于零 出稍为零 那这时候呢 我想干嘛呢 我想 获取键盘输入 就是获取键盘输入 声音 一定要注意 那么你首先要 打一句话 声音 声音 往哪输呢 往我们的变量输 往变量输 注意哈 注意哈 在C语言中 C语言中呢 要想给某个变量 获取输入 要取地址 但是在C加加里面 一定要注意 C加加 大家注意一个特点 是什么 C加加的重心 是让大家写代码 而不是研究 这个代码的核心原理 所以说 对于C加加来说 主要是用 就是说 我代表是输入设备 输入设备 你给这个箭头 流向Lumber 那就是给Lumber 复制 说不存在取地址 所以我们学 C加加的时候 你会发现 C加加的世界里 基本上 遇不到取地址 遇不到 取地址服务 遇不到 很少遇到 很少遇到 就说 能用引用的 绝不用地址 就这么简单 就说 他把我们用户 的难点 就是我们学 C元的难点 可能考虑什么 地址关系 只增压啥的 他把这个难点 把你剥离出来 你目的是在写代码 而不是 研究语法原理 不是在研究 所以说 他很多语法了 就是这样规定的 就说 这几个流向就是什么 你看这个箭头 这是输入设备 输入设备 得到的数据流向Lumber 就给Lumber复制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就说 做白了 这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什么 你看这个箭头 方向不一样 就是什么 将键盘输入的 将键盘 将键盘 键盘 输入的数据 干嘛 数据 负值给谁 负值给我们的Lumber 你看 不用取例子 不像我们以前 SkyF 获取Lumber值 还要干嘛 还要考虑格式 还有格式 Lumber是英特性 百分D 还要给他门牌号 还要给他 门牌号 HLumber地址 多麻烦 而世界家呢 不考虑这些 不考虑这些 管理什么类型 把变运名扔过来 我就给你复制 所以说 打印的时候 就是Cout 打印下 Cout 打印下什么呢 Lumber 等于什么呢 等于呢 Lumber 而且呢 你看到没有 Cout打印的时候 以前我们PrintF打印 PrintF打印 你看到没有 以前PrintF打印 还要考虑Lumber Lumber是有符号的整形 有符号用百分D 然后换行 Lumber等于 Lumber等于 然后呢 给Lumber 给Lumber 而他呢 不会管理这些 而我们是要的 我不会在乎你的类型 就按系统类型就行了 你是英特就 你是英特输出 你是Chart就Chart输出 你是周创就周创输出 他不会管理类型 说让用户不再去 花心事管理类型了 看到没有 说这儿没有什么百分D 这儿也没有百分D 一定要注意 他直接就说 这个输出了 这是一个周创输出 然后把它的值拼接到 这个周创后面就行了 直接追到后面 所以你看到 这时候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 输个100 输个100 敲回车 是不是Lumber等于100 看到没有 这就是Ci加的 它的特点 就让用户 重心再写代码 重心再写代码 就算你没学过色语言 没学过色语言 那么对Ci加 没学过色语言 肯定对Ci加 理解有一点难度 但是都差不多 差不多 这就是他完全脱了出来 这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 对我们的这个 C C加加的 C加加的第一个代码的认识 现在只是认识 这个不用关心 一会儿我们还会去讲的 还会去重复 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 C加加的 C加加的 第一个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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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注意一下 速度啊 速度快快快 速度快的 速度快的 就是感觉两个的速度快不快 快的 在群里面 扣1 不快的 扣0 不快的 扣0 快的 扣1 不快的 扣0 我们到时候实时调整一下 就行的 OK 咱们学完识源过后 再去学这个 C加加加加加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 OK 这是这个 我们的这个什么 这是我们的这个 第一个程序 Hello World 一定要注意 那么这个程序 还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 分析include 就是说 我们引入了什么呢 就是说对于我们CIA加 引入了什么 iocent usingnamespace std 使用标准命名空间 标准命名空间 而我们的cout 就和我们的printf一样 说出支付券 在CIA加里面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h了 一定要注意 在c源中 我们投文件是 扩展明.h 将其作为一种 通过名称标识符 来识别文件类型的简单方式 那么CIA加的用法得到了改变 CIA加的投文件 没有扩展明 但是有些c语言的投文件 被转化成 CIA加的文件过后 也会重新命名 也会去掉我们的什么 去掉我们的.h 转成CIA加风格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梁哥你说的是啥 不管它 比如说 CIA加旧的风格 投文件 CIA加旧的风格 以前它就是iocent.h 这就是我们和C语言 通用的 就这个 而C语言的旧的风格 它也是什么 也是以.h结尾 叫mass.h 一定要注意 而CIA加的新风格 是什么 CIA新风格 就去掉.h 就叫iocent iocent 那么C语言 如果我们要用到 C语言的投文件 酷文件 这时候 我们也可以去掉.h 但是你必须加 C的前缀 比如说C语言中 是mass.h 你加这个投文件 加Cmass Cmass 一定要注意 表示我这是 C元的投文件 伙伴们 如果你用的是 C元的投文件 一定一定要注意 加个Cmass 表示这是 C元的投文件 C元风格 一定要是C元风格 我说了 这是系统的投文件 系统的投文件 你可以不加h 如果是C元的 你可以加Cmass 但是 如果你用的是 自己定的投文件 不管是啥 老老实实的 别给我整那么多风格 你就给我加个双鞋 自己写的 自己写的 一定要注意 自己写的 所以我在这里 给大家 备注一下 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注意 注意 C++的投文件 系统 投文件 风格 风格 风格是什么 就是什么 IO 使圈 就是这种 IO使圈 那么如果 如果C 如果C语言 C语言 C语言 C语言的 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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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C++ 工程中 如果C元的投文件 比如说十寸.h 十寸.h 比如说我们的十寸.h 在CI工程中 记得写成什么 记得写成 比如 C语言的投文件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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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寸.h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用十寸 copy 十寸认 那么在CI加的工程中 可以 可以写成什么 可以写成 写成 第一种 就是十寸.h 啥都不变 我就保存原样的 或者是什么 还有种风格是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C 十寸 它就会自己 自己去转化 自己去转 就C十寸 两个给你看一看 比如说我们要来一个 周团 之物串 之物串的话 就是定个数组 之物数组 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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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一个空间大小 128 这是和我们以前一样的 初始化 我一个出造为0 现在 我想 室 Copy 干嘛呢 给它拷一个之物串进去 拷一个 Hello Hello 什么呢 Hello 拷过去 然后输出 输出 C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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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ffer 就行了 你看到没有 你看 在Ci加里面 都不用S了 直接 这就输出内容 默认就输出内容 好了 你这时候 去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去构建一下 构建过后了 你会告诉你 你看Ci加特别严格 Ci加是 这儿 注意 Ci加加 一定要注意 在这儿 可以给它说一下 C元是不会报错的 但Ci加加也会报错 没包含同意 就会报错 在这个地方给它说一下 就是什么呢 就是 这是注意一 注意一 注意一 注意二是什么呢 注意二是什么呢 就是 C语言 是若语法语言 C语言 C语言 是 若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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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若语言 只是若语法语言 就什么意思 就是说 一些警告 可以忽略 就是说 很多 很多警告 警告 可以 忽略 忽略 若语 若语 忽略 可以忽略 正常执行 正常执行 但是 C加加是 强语法语言 强 语法 强 语法 语言 强语法语言 很多 很多我们感觉 是警告 其实直接报错 直接就是 类型 比如说 像很多 很多 很多 C语言中的 C语言中的 警告 是什么 很多在C语言中的警告 在C加加中 在 C加加中 直接报错 中 直接 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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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语法强度更高了 但这是一个好事 比如说我给大家看看 像这个 我再给大家新建个工程 新建个工程 没事 新建个C元的工程 给大家看看 C元的工程 01 01 C test 再创建一个 好 这个就是C工程 C工程 那么在这一样的 这是C工程 你看到没有 它换成的是 SDL.7 一样的 在这个地方 我们干嘛 Buffer Buffer 还是128 是刚才那个代码 那 St Copy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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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 把Buffer 考进去 考个 Hello C Hello C 考过了 打印 我们C元 它是 要求的是 类型 比如 S S 换行 这就是我们的 Buffer 这时候 注意 在这个位置 两个工程 怎么切换 大家看看 这个工程 是不是黑的 更明显一些 这个没有这么黑 对吧 说我们当前 活动的工程 是这个 一定要注意 哪个 初体加黑了的 表示活动工程 说这时候 运行的时候 你看 你看 Hello C是没报错 大家看看 说Hello C没报错 是不是直接运行的 对不对 直接运行的 像这个 我没有包含 投文件 它也可以运行 但是在世界加 世界加就不一样 世界加 你没有包含 投文件 没有包含投文件 那么这个地方 直接给你报错 那梁哥 你现在的工程 是C 在C这个 我怎么让它 活动 右击 右击 将它设为活动项目 你看 设为活动项目 它就变成什么了 你看 它就变成黑色了 而它就变成了 瘦一点了 所以这就活动了 这时候运行 就运行的是什么了 运行是这个 你看 报错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 我们如果当前 有多个工程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明白 你当前活动的是哪个 别到时候 你再改这个 在运行上面这个 改半天都没用 所以你看就报错 所以你看 它说 没有在这定义 所以这次 我们就可以包含投文件 第一种方式 就是旧风格了 旧风格了 就是 石村 因为这个是最远的 石村 这是旧的风格 旧的风格 旧的风格 就写这种 我建议大家都写这种 写这种就行了 别挣那么多 别挣那么多 给大家记 记难度 你看到没有 比如说输个100 哈喽石村 是不是出来了 出来了 这是这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新的风格 是什么呢 新的风格 就是我们的这个 include include C石村 你看到没有 它也有的 自动补权的 都是自动补权 那么这就是新的风格 C加的 风格 就C加加用什么的风格 用C语言的 用C语言的 投文件的风格 这个你看到没有 前面C加表示 C语言的投文件 我把上面这个 注视掉 注视掉 那这时候呢 你再去运行一下 一样的 是OK的 OK100 一样的可以运行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呢 就了解一下就行 了解一下就行 OK 你写的这个 就感觉你对C加加 更理解了 就是说 严谨一点 更标准一点 上面这个呢 都不会报错的 都不会报错的 OK 这是这个 好了 那么这是 这是我们 第一个概述 就是说 这个描述 投文件的风格 形式 一定要注意 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 Using Lenspace SD 是什么 最后Lenspace 是指标师傅的 各种可见范围 就相当于 我刚才给大家讲的 就是工具箱 命名空间的 关键字呢 就是用Lenspace定义 将来我们要讲 命名空间 命名空间 是C加加的一种机制 就说C加加 拥有的一种机制 它可以把很多东西 来归类 那么归类的 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是什么呢 伙伴们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抽烟的人 不管是穷人 富人 身边 总缺一个打火机 办公室的人 不管是穷人 富人 身边总缺一只笔 有没有这个现象 就抽烟的人 他不管这个有多么有钱 有的时候 喜欢顺个打火机 顺个打火机 那办公室呢 一不小心呢 我的笔就掉了 就这样的 那么假说一个办公室 假说我们几个哥们 抽烟的 比如这是一个打火机 打火机 这也是个打火机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打火机品牌一模一样 像是一模一样 那这时候 世纪元的风格 这又聪明了 聪明了 这几个哥们一看 这是你的还是我的 这是你的打火机 还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还是你的 所以在世纪元中 为了不影响兄弟之间的和气 兄弟们 打火机咱们都扔了 不要了 这个三个打火机一模一样 我拿这个得罪你 你拿这个得罪我 对吧 我也拿错了 咱们都不要了 世纪元就是同名报错 这就是报错 同名呢 就报错 报错误 报错误 而世纪加了 就解决这个问题 他就加个命名空间 打火机一样 对吧 那我可不可以给他 框起来 贴个标签 这是A的 这个框起来 贴个标签 这是打火机上 这个标签 这是C的 这个打火机是A的 别人一眼看出 这个打火机是A的 这个打火机是B的 这个打火机是C的 那么命名空间呢 就类似个标签的作用 就类似个标签作用 就是攻击箱的作用 标签作用 这就是命名空间 他能把相同的贴个标签 那标签 一定要贴成不同 你把这个标签也贴成A 两个也就不了你 标签是为了区分的 区分的标签就不能同 那这样打火机就可以相同 就是说这是A变量 这是A变量 那么这个A是大A中的A 而这个是 这是B标签 B标签中的A 那么它是属于是B样的 这个我都会给大家说 而Cout是什么 Cout是输出流 end是刷新缓通区换航 这个要注意 这个就是给大家的描述 好了 面向过程 面向过程就是什么 就是面向过程是以过程为中心的变成事项 就是我给大家说的 土豆丝 所有的 就是说通过分析解决问题 所需要的步骤 然后呢 用函数 把这些步骤一一实现 一一实现 就像我要炒盘土豆丝 第一步需要干嘛呢 买土豆 削土豆 削皮去皮 然后呢 切土豆丝 起锅烧油 等等这些 一步不一样 一步不做 说白了就是功能分解 置顶向下 逐层分析 说C 面向过程的特点就是什么 数据 程序就等于数据结构 加算法 这就是面向过程 这是个地方 面向过程 注意点 第三个 大概点 就是C 是面向 面向过程的 面向过程的 那什么叫 面向过程呢 面向过程呢 这有句话 说的很好的 就面向过程 就是 置顶向下的 就是呢 面向过程的思想是什么 置顶向下 就是功能分解 置顶向下 逐层分析 逐层分析 怎么这个 就这个 这就说 别人出去 别人吃了 让你谈谈 什么叫面向过程 我靠 面向过程 就比如说 一盘土豆丝 梁哥举的土豆丝 的例子 是让你理解 你别到时候 面向过程 就是一盘土豆丝 洗土豆 切丝 什么呢 起锅烧油 别人以为 你是做直播的了 提点注意 别乱整 只是呢 我举例 大家理解 真正要说的话 还要说的 说的文雅一点 就是说 面向过程 事项呢 就是功能分解 置顶向下 足成分析 它的特点就是 程序等于 数据结构加算法 程序 面向过程的程序 就是数据结构加算法 而在这儿呢 要给大家说一下 什么叫数据结构 数据 数据结构 其实这是一个了解 这是一个了解 大家呢 不要 就是说 去理解一下就行了 就不用去牢记 数据结构 就是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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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数 数据的 存 储 什么 存储结构 就是对数据的存储结构 存储方式 一个 存储 方式 方式 一般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数据类型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数据 类型 数据类型 比如说 chart short int long float 等等这些 还有结构体 float 还有呢 start 结构体 共用体 unior unior 等等这些 unior 等等这些 一定要注意 它一般是指的是数据类型 对数据存储 chart 存一个字型 short 存两个字型 int 存四个字型 float along 存四个字型 float 存储 辅典型 结构体 存结构体 数据 等等这些 还有呢 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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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链表 链表 等等这些 都是指的 都叫数据结构 所以说 我们经常说 数据结构和算法 数据结构和算法 其实数据结构 就是讲的是数据的存储 数据存储 那么什么叫算法呢 算法 算法又是什么 算法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对存储好的数据分析的进行 进行 进行什么呢 分析的什么呢 步骤 就是说我存数据干嘛 计算机存数据干嘛 他闲着没事存数据干嘛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要将我们的什么 将我们存好的数据进行分析 得到用户的结果 将大量的数据分析好过 得到我们什么 用户的结果 那么要得到用户结果 第一步该怎么做 第二步该怎么做 第三步该怎么做 那么这个步骤 就是指的算法 说白了就是 说白了就是操作 这个算法 说人话就是操作数据的步骤 步骤 再说直白点 说白了就是功能函数 功能函数 再说直白点就是功能函数 这种排序算法 查找算法 对吧 数图的算法 其实都是指的核心 都是指的函数 这就是细元面向过程 这是细元面向过程 一定要注意 这是对大家扩展 扩展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注意好 两个做的这个什么 这个交案 就非常详细 你就是自己 有问题 直接可以读 赖下心去读 也可以把它读出来 你看 什么叫面向对象 面向对象编程 也叫它OOP OOP 就是面向对象编程 别当时看到OP技术的时候 我靠 什么OP 就个P 对吧 这就是个P 不是 是OOP 其实看它就是面向对象编程 那面向对象编程呢 是开发计算机应用程序的一种新思想 新方法 新思想 那么过去的面向过程呢 通常会导致所有代码都包含在几个模块里面 难以阅读维护 重用性特别的低 重用性特别低 所以说经常做一些修改了 常常千亿动摆 千亿动摆 十以后的升级开发难以继承 为什么大型开发选择世界家 一方面是快 核心是快 但是我要告诉你 真正去细细分一个问题 它凭啥快 它凭啥快 它怎么能快 其实当你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 它的背后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是类的 是类 封装 继承 对吧 继承 多态 以及了范形编程 等等这大量 我们都要学 范形编程 这一切一切的目的 都是为了快 都是为了方便 一定要注意 所以说面向 对象编程呢 常常使用许多模块 每个模块呢 只有特定的功能 它们之间是独立的 所以说我们是独立的 就说我各个模块之间 面向对象 它就把各个模块独立的 就像我们炒土的事 厨房是厨房 餐桌是餐桌 厨师是厨师 这叫做这是厨房 这是厨房 厨房 那这是了餐桌 这是桌子 然后厨师是厨师 然后吃饭的人员是人员 店员是店员 这是分开的 互不影响的 你吃菜你就吃菜 你管它是用什么炒的 对吧 你就看不到 管它是用地隔油 还是用的是什么油 对吧 你管不了的 它是独立的 那独立的好处是什么 独立的好处是什么 我只要把厨师 招好了 那我就可以炒出好的菜 炒出好的菜 人员就吃得更加开心 那我的流量就会增加 流量增加 一定要注意 流量增加 它不像你在家做菜 你在家做菜 做得再难吃 再难吃 你都要咬牙吃下去 那么这样提升你的技术 是很难提升的 就像我媳妇炒菜 再难吃我要说好吃 不然他不给你做 我自己做 我又懒 对吧 所以说呢 就很难提升他的技术 对吧 所以说 那分开 就是说独立过后了 就可以锻炼厨师的技术 这个厨师不行 叫另外一个厨师 就便于维护 升级 开发 一定要注意 那么面向对象的过程 就是将算法和数据 看成一个整体 看成一个个独立的整体 就要看成一个独立的整体 那么这个整体就叫对象 我们后面会讲对象 他拥有什么呢 拥有算法和数据 他这个对象 他可以直接存储数据 也可以操作 算法的操作数据 可以直接存数据 通过数据结构 存数据 通过算法 可以操作数据 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所以说面向对象是什么呢 他就是什么 就是说算法和作为一个整体 作为一个整体 这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作为一个整体 作为一个整体 第四 这是C++的面向 这概念性的 面向对象编程 面向对象编程 一定要在你对象面前编程 那么它是一个个体 所以说它的程序就很简单了 它的程序你看到没有 它的程序就是 对象就是算法 数据结构 算法 数据结构 它不是说数据结构 加算法 你看 那么我们的程序是什么 你看任何一个对象 它拥有自己的算法 自己的数据 就说我的数据是我的 我的算法是操作这个数据的 它不会操作其他的数据 这个数据也属于我这个对象的 它们是紧密在一起的 那么紧密在一起就要对象 那么程序就用这一个个对象 一个对象 一个对象来独立完成 它完成它的 它完成它的 它出问题我修改这儿 它出问题就修改这儿 因为它各自维护自己的数据 各自操作各自的数据 这就叫面向对象变成 对象变成 你看到没有 是一个个对象 从第二层 但是细心的朋友 我们说对象就是算法 加数据结构 你看一下去过后 一下去过后 它的本质就也是什么 数据结构加算法 只是这个数据结构 加算法通过了归类 归类 什么叫归类呢 就说把它这个数据结构 存放特定的数据 比如说是存放厨师的数据 过碗瓢盆 有眼降醋 这些 那算法呢 体现什么 是厨师的 比如说厨艺 厨艺 对吧 厨艺 颠勺的技能 是吧 如何去根据火候呢 调整大小 根据味道呢 去调整什么呢 调整我们调料的放入多少 这个算法呢 厨师的算法呢 就操作它的厨房的奶酪套 而假设我们还有 这是厨师啊 假设还有人员呢 比如普通人员呢 你在乎是吃 吃给钱 重心要给钱 给钱 吃完够 给钱 给完钱够了 给出评价 给免单 那么还有店员呢 店员呢 你的认识 你的任务呢 你的数据呢 是什么 就是抹布啊 或者说盘子啊 或者说点菜单啊 等等这些 那你的算法就是什么呢 你的算法呢 就是借助你的抹布呢 干嘛呢 把收拾桌子 然后拿上 拿上你的菜单啊 点菜啊 等等 这些都是独立分开的 各自完成各自的 那么整个呢 社会就和谐了啊 社会都和谐了 所以你们以后出去工作 也是这样啊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做好啊 做好啊 OK 那么这就是面向对象啊 他说白了就是 整成一个个对象 对象呢 拥有自己独立的算法 和数据结构啊 去操作啊 这就是面向对象啊 面向过程的啊 面向过程 OK 那么对 对面向过程 面向对象啊 有一定了解的啊 给两个括过一啊 给两个括过一啊 要注意 说白了啊 就是自己操作自己的啊 不用管啊 厨师有问题换厨师啊 店员有问题就换店员啊 你吃饭不给钱 那直接给你啊 打八折啊 打骨折啊 就是各自处理各自的啊 解决起来很方便啊 对不对 比如说两个讲课不行 那直接啊 前锋呢 就把两个换掉啊 开除啊 就得了啊 而不是说 两个创建了一个培训机构 然后我来上课啊 上的再 再招啊 你也只能听着 为啥呢 只有我一个人 对不对 不是这样的啊 说分开独立管理 哪出问题 哪治理啊 就非常方便啊 这就是面向对象的啊 面向对象的一个 这个特点啊 这是对我们的这个概述啊 OK啊 那么这是这个啊 就是我把这个视频啊 停一会儿